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 美国政客想要禁止抖音海外版TitTok 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我曾经做过几期的节目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说了,禁止TitTok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是势在必行 但是呢,TitTok的高管是不信这个邪的 他们认为还是可以一直在美国运营下去 再听说美国国会要通过法案禁止TitTok TitTok公司还发起TitTok的用户 去给美国议员打电话 进行电话轰炸 结果是适得其反 因为美国的议员之所以说想要禁止TitTok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说 TitTok在美国年轻人的影响力太大了 现在这些美国年轻人果然被TitTok公司给发动起来 那不见是证明了 这个TitTok的影响力果然很大 所以最后那个法案就顺利的通过了 而且是压倒性的通过了 在众议院有360票赞成 58票反对 在参议院有79票赞成 18票反对 拜登总统签署了 这个法案也就生效了 根据这个法案 TitTok必须在270天之内找到卖家 要卖给非敌对国家的公司 美国现在说的敌对国家主要指的 那就是中国 俄国 伊朗 朝鲜 也就是说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 把这个TitTok卖给别的国家的公司 那么就可以接受 如果过了270天 总统认为说 这个有进展 要出售的 这个计划有进展 那么可以再延长90天 否则的话 那么这TitTok就要从苹果公司的商店 或者谷歌的商店下架了 拜登总统签署了这个法案之后 TitTok公司就发表声明 说他们没有要出售的计划 认为这个法案是违反了美国宪法 所以一家中国的公司认为 比美国总统 比美国的这么多的议员都更懂美国宪法 TitTok CEO周寿之说了 他说他哪也不去 要留在美国 捍卫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所以你看 一家中国的公司 来自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 却要在美国来捍卫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那要怎么捍卫呢 那就是到美国联邦法庭去起诉去 起诉美国政府 认为说通过的这个法律是违宪 周寿之对此很有信心的 他说很乐观的 为什么这么乐观 因为以前TitTok也被美国禁过 他们也去打官司 还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TitTok在2020年曾经被美国禁过 那个时候是川普当总统 但是那次进TitTok跟这次是不一样的 那次进TitTok是川普发布行政令令 要求苹果和谷歌把TitTok下架 那么总统他是不能制定法律的 他只能是执行法律 川普发布的那个行政令令 根据的是以前的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呢 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总统如果认为某一家外国公司 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可以禁止美国的公司 跟这一家外国的公司做生意 所以川普当时的行政令令 就是认为说 TitTok危害到了美国国家的利益 所以要禁止美国公司 苹果公司 谷歌公司跟他做生意 但是呢 那条法律 它里面明文规定的 对此呢 是有例外的 这个例外呢 那就是如果是涉及到个人信息 还有信息材料 比如说书籍啊 那么TitTok认为说 哇提供的就是这种个人信息的服务 还有包括信息资料的服务 应该受获免的 所以就去起诉起来 那法官觉得有道理 就发布了一个禁止令 暂缓这个行政命令的执行 后来呢 川普下台了 拜登上台了 就把那个行政命令给撤销了 所以那次可以说 TitTok是取得了法律上的审理 但是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这次不是说通过发布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 来禁止TitTok 而是专门的制定的一个法律 就冲着他 来禁止他的 所以你不能再去找这种法律的漏洞了 那么他要去打官司 要怎么打呢 只能是去起诉 他说这个新的法律 违反了美国宪法 能有什么理由呢 周寿之说要捍卫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那就是认为说 这个新的法律是侵犯了言论自由 但是这个理由呢 是很难说得通的 因为这个法案 虽然呢 被叫做是禁止TitTok法案 但是那个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禁止TitTok 并没有说禁止美国人民去使用TitTok 这个程序 如果说你在手机上面呢 已经有TitTok程序了 你可以继续使用这不违法的 或者呢 你通过别的方式能够下载TitTok 更新TitTok 那你同样可以继续使用的 并不会说因为使用的这个TitTok 美国政府就把你给抓了禁了 说禁止你使用那不是的 这个跟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你如果说翻墙过来使用推特的话 有可能就被抓了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侵犯了 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他不是以这种言论审查的这个名义 来要求说禁止跟TitTok做生意 而是以危害到国家安全 是出于国家利益 这个理由要禁止TitTok 当然TitTok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他可以提出来 所以由于美国政府要求把TitTok下架 导致了美国人民要使用TitTok 不方便这样的话 就要通过TitTok来发表言论的话 就很受限制 然后就侵犯到了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这个理由当然是可以提出来 但是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理由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 以这个理由去打过言论自由的诉讼 所以既然是一个新的理由的话 能不能被法官接受 这个就很不好说了 估计这个诉讼会一直达到最高法院去 那么很可能说不会被接受的 那么一旦不被接受 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要把它卖掉 能赚一笔钱 如果TitTok最终要不得不卖掉的话 能够卖多少钱呢 这个对于自觉跳动 他的母公司 他究竟这个市值多少 在去年年底融资的时候 有过一个估价 说他的价值呢 是2200亿美元 那TitTok只是这个自觉跳动的一小部分 所以比这个要小多了 那究竟价值多少呢 有人估计是1000亿美元 但是这个呢 是包括了他的算法的 因为TitTok最有价值的部分 就是他的算法 知道怎么样精准的推荐这些视频 让用户来看 让用户沉迷于其中 这个呢 是他做的最成功的地方 所以他的算法 是他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但是呢 中国政府已经规定了 像算法这种东西 是限制出口的 所以TitTok即使想卖 很可能呢 是没法把算法部分也卖掉 那如果算法部分不卖 卖其他的那些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价值呢 就大大的降低了 有人估计如果说 没有算法的话 那么TitTok就只剩了 大概是400亿美元 那样子 那么不管是说 400亿美元还是1000亿美元 这毕竟还是很大的一笔钱 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 来买他的公司 是没有多少家的 那是要很大的公司 能够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能够拿出这些钱的 你像谷歌或者Meta 也就是脸书的母公司 他们呢 有钱 但是呢 不可能去买TitTok 因为他们自己都有短视频的服务 如果能把TitTok买了 那么很可能呢 就会被美国司法部告 说是搞垄断 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会去买的 而且如果说TitTok 做不好了 衰落了 被赶出了美国市场 那么他们就少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对手对他们是有利的 所以他们肯定是旁观的 那么还能够买得起TitTok 那公司就没几家了 一家是微软 微软呢 在TitTok第一次被禁的时候 是曾经想要买TitTok 跟TitTok曾经呢 是去商量过的 后来呢 就决定不买了 那么现在如果有机会 也许会买 另外一家就是那个甲骨文 甲骨文也曾经想过要买TitTok 就是他第一次被禁的时候 后来虽然没买成 但是呢 跟TitTok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成为了他的合作华伴 TitTok的数据库 现在呢 是由甲骨文公司在管着了 所以呢 他也有可能的会去买TitTok 另外呢 在川普的当总统的时候呢 担任他的财政部长的姆努金 大约呢 在一个月之前突然表示 他在筹资准备要买 TitTok 所以有可能呢 有可能给他买下来 所以存在这些有可能的买家 但是呢 有潜在的买家 不一定就买得成 这里最关键的是 中国政府不允许卖 中国政府已经几次的表示过了 是不允许TitTok出售的 所以你即使说 TitTok最后逼得想要卖了 那也卖不成 最终呢 还是血本无归的 这个呢 也证明了 TitTok作为中国的公司 是要听命于中国政府的 这也是美国政府之所以 要去禁止TitTok的 原因不关你 TitTok怎么保证 说我们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管辖 我们是美国公司 那当然那是极其可笑的 周受之在接受国会的听证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是美国公司 中国政府管不了 这当然是完全是骗人的 跟中国政府公开的 说禁止出售TitTok 这完全呢 就是冲突的 所以最终呢 有可能TitTok呢 真的是就血本无归了 想卖也卖不了了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变数 现在拜登签署了 这个禁止TitTok的法案呢 法案生效了 在270天之内 TitTok要出售 那么算一下的话 270天的截止日期 是到明年的1月19号 第二天1月20号 刚好呢 就是美国总统换届 如果拜登连任了 那么当然了 他可以禁止TitTok 但是呢 川普有可能上台 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这变数就大了 川普虽然当初是最积极的 要求说禁止TitTok 但是呢 他因此得罪了美国的年轻人 这个呢 也是导致他没人连任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 川普就吸取了教信了 现在呢 他表示的是反对禁止TitTok 那好吧 如果他上台了 那么呢 就有可能就放过了 TitTok 或者呢 中国政府 给川普一些好处 让他呢 也就放过了 TitTok 所以现在TitTok的一个最大的希望 就是寄希望于川普能够打败拜登上台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